时光荏苒,光阴如之,不知不觉间2021早已翻篇,2022也提上了日程,无论是欢乐还是遗憾,都成了曾经的回忆。 2021年,有太多熟悉的电影人离开了我们,他们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年,那些辉煌与感动似乎也定格在那一瞬间,有时候离开的不只是人,还有一个时代,第一位,陈松勇。 这是许多人印象中的陈松勇,操着一口米南语,不断念着以德服人的模样,让人记忆犹新,他经常会在香港电影中客串一些小角色,所以许多观众对陈松勇的印象大概就是香港电影的绿叶,然而实际上陈松勇也曾混得过影帝,在电影《悲情城市》中, 他饰演的林文雄,外纲内容,对角色的拿捏恰到好处,尤其是眼神戏的部分,触动人心。 电影上映之后广受好评,甚至一度力压梁朝伟,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 之后他又接拍了方世玉,当时的陈松勇已经51岁,但敬业态度完全不输年轻人,和他搭气的李廉洁也表示大受震撼,十分佩服。 虽然事业上日盘高峰,但陈松勇身体的健康状况却一直不是很好。 2006年,他就因为意外中风送以抢救,三年后他又因为未出血,白内障,被再度送入医院。 到了2016年,又不申摔倒,然而就算这样,他也没有戒酒,甚至节目上还随身携带酒,对此他表示活到80岁就好,过得开心最重要。 到了2021年11月时,身体的情况也在不断恶化,已经完全不堪重负了,医生表示坚持洗肾,从活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的,但陈松勇放弃了,转到了安宁病房,临走之前神志仍旧清晰。 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,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人生态度,陈松勇对一切都顺其自然,从不强求,一生未婚,也无二无女,了无牵挂。 第二位,黄树棠,黄树棠是一名香港资深演员,70年代后期就在立地电视台打拼,既是武术指导,又是演员。 网友们在得知黄树棠去世后纷纷留言,有人评论说,这版楚留香是我最爱的, 宋别中原一点红。 不过,很多人最为熟悉的一个角色,当属《我和僵尸》有个约会系列, 他里面饰演的囚书,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还有一个妹妹叫黄文慧, 也就是八三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《美超风一角》。 其实早在2017年,黄树棠就曾报患有大肠癌, 虽然多年来一直积极治疗,不过还是没能阻止恶化。 2021年4月10日,黄树棠的儿子黄荣张在社交媒体上宣布, 父亲因癌症离世,享年77岁。 第三位是吴梦达,达叔想必已经不需要多做介绍了。 这位曾经陪伴许多人,给众人带来欢乐的黄金配角, 对很多人而言,他已经不仅是一名演员了, 更是青春的符号,时代的记忆。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,我们还有机会再看达叔和星爷合体。 谁知道,《再见》早已经遥遥无期了。 他曾经说, 我还没死,他还没退休,一定有机会。 有网友说,如今在看两人的电影,有时候觉得恍惚间,似乎达叔还在, 似乎时光未老,青春依旧,我们也还是从前那个不安逝世的少年。 第四位,廖启志。 廖启志江湖人称智叔,是圈内公认的三好演员, 先后凭借龙明和正人,两次读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 很多观众第一次认识他,应该是上海滩里的阿贵。 虽然是个小人物,但重情重义。 这也是廖启志一直以来的职业态度。 无论多小的角色都仔细揣摩, 演员在他眼里就是一份职业, 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。 出道多年,廖启志在大荧幕上也留下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身影。 迪龙版《薄情天理》的《公孙策》, 《刑事真集档三》中的《翟永田》, 《雪山飞狐》里的《平四书》, 无一不是经典中的经典,演技精湛,让人惊叹。 而《无间道二》中吹口琴的《三书》, 更是把人物内心的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, 让屏幕外的观众感动不已。 可惜的是,2021年3月28日, 廖启志因胃癌在医院淋湿, 享年66岁。 第五位,王忠。 表哥王忠是张彻第二代弟子, 和狄龙、江大卫、陈关泰、李修贤并称吴虎将。 不过当时他和李修贤属于不被重视的两位。 1980年,王忠指导的《金手智》 开创了《写诗警匪片》的潮流, 被誉为《写诗警匪片》导演祖师。 在张彻电影中,王忠多担任配角, 不被人熟知。 但是有两个角色, 很多人一定印象深刻。 一个是《武众院苏启儿》里的莫大叔, 还有一个是《黑社会》里的吹姬。 值得一提的是, 他还有一个弟弟王清, 江湖人称大口亲。 王清70年代也是张家班议员, 80年代演了不少新议程的电影, 曾经《小虎》过一段时间。 而2021年4月, 王忠因病去世, 享年74岁。 第六位,李湘琴。 喜欢新颜电影的朋友, 对这位肯定斗不陌生。 他在《加油喜事》演过周星驰的母亲。 2021年1月4日, 香港老台艺人李湘琴立世, 享年88岁。 在他出病这天, 几乎半个香港娱乐圈都前来哀悼。 罗嘉英、苗乔伟、 黄柏明等人为他扶灵, 在圈中的地位不言而喻。 李湘琴早期是乐剧演员, 50年代中期踏入影坛发展, 起初事业发展并不顺利。 电视台总是安排他表演一些反派角色, 人设刻板, 演技发挥也很局限。 之后李湘琴开始转战电视剧, 将近50才大气完成, 迎来自己的事业巅峰。 第七位, 林聪。 谈起林聪这个名字, 许多观众或许并不熟悉, 但是对于他这张脸,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印象。 从影述十年来, 林聪出演了近几百部影视作品, 其中不乏像《英雄本色》、 《碟写街头》、《龙在江湖》这样的经典作品。 在很多影迷心目中, 他是香港电影不可缺的王牌配角, 因为长相硬朗, 比较有威慑力。 林聪饰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反派, 与周润发、刘德华等人同台表戏, 丝毫不逊色。 对于表演, 林聪一直津津津津津津, 无论角色是否是主演, 他都会全身心投入其中。 他说, 没有小角色, 只有小演员。 这些都是每个演员必须牢记的, 也是从事演艺事业最基本的东西。 2021年1月31日, 林聪疑心脏病理事, 享年76岁。 第八位, 夏玉玲。 说到这位让人不禁感慨, 人生高低起伏, 悲喜无常。 夏玉玲曾经是一名中学老师, 因为对表演感兴趣, 就参加了TVB的训练班。 作为一片绿叶, 点缀了香港电影。 然而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的他, 已经落魄, 风光不在。 患病多年的他, 因为没前医治, 曾经一度绝望到想要放弃。 你请很多朋友, 还帮他们, 但是现在才知道, 原来, 有了病, 先去补华被人听惨, 因为朋友会离起你, 他怕你借钱, 其实我是不会问你借, 我死, 零死都不会借, 我是一个眼骨头的人。 2021年6月19日, 港姐刘思熙, 还在社交平台上, 为她发起众筹, 两人原来因为拍摄爱回家之开心宿地相识, 后来知道夏玉玲处境艰难, 刘思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, 帮忙筹挫医药费, 希望帮她渡过难关, 但不幸的是, 病情后期还是进入了恶化阶段, 2021年7月7日, 夏玉玲离世, 终年68岁, 第九位, 石天, 这位完全是香港电影大佬级别的人物, 新一城三巨头之一, 在香港喜剧电影界, 也是数一数二的代表人物, 早在新一城创立之初, 石天就小有名气, 和成龙合作过蛇形雕首和罪权, 在戏中, 他专门负责坑成龙, 表演极其自然, 令人印象深刻, 新一城成立之后, 石天更多负责台前演出, 主演的《滑稽时代》, 《追女仔》, 《欢乐神仙窝》等都十分卖作, 引领了一个时代, 后来, 徐克邀请他出演英雄本色二的《龙四》一角, 演技之轻战令人赞叹不已, 风头甚至一度盖过狄龙和小马哥, 新一城解体之后, 石天也淡出了演艺圈, 直到2016年, 应老友洪钦宝邀请出山, 出演《我的特工爷爷》, 看见他的一瞬间让人恍惚, 似乎回到了曾经辉煌的香港八九十年代, 2021年9月, 石天因患癌症病逝, 享年72岁, 第十位, 陈龙, 陈龙原名陈慧龙, 1942年出生, 他的弟弟是知名武术指导陈慧毅, 陈龙原是龙虎武师出身, 曾是红家班议员, 和红金宝并称两胖, 陈龙1967年就已入行, 但直到八十年代才慢慢被人熟知, 早些年, 两兄弟经常参演李小龙电影, 如《金武门》、 《龙争虎斗》等, 之后又参演林焕动作片, 虽然没有林振英、 钱小红他们出名, 另一是不可或缺的高校角色, 在《鬼打鬼》、 《人吓人》、 《灵幻至尊》中皆有精彩表现, 新世纪之后, 陈龙就逐渐淡出了演艺圈, 再次听到他消息的时候, 他已经去世了, 着实令人遗憾, 有人说, 当有一天你不再拥有, 那唯一要做的, 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, 或许对很多人而言, 曾经辉煌的香港电影时代已经落幕, 但他留给观众的那份感动永存, 那是一份不可复制的珍贵记忆, 愿大家往事不回头, 余生不讲究, 2022放下过去, 遇见更好的自己吧。